台长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佛性本身是清净无然 人产生出的怨和恨 你们知道吗 当你们一怨别人 一恨别人的时候 什么发生 你们知道吗 就是轮回的种子开始运作了 所以不能去恨别人 不能去怨别人 因为这些轮回的种子 会进入你的八世田中的 人学佛之后 要无怨无恨 只有爱众生的心 因为人间的一切苦难 都是让我们到人间来 消除自己的业障的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人间 不是来争斗的 我们没有时间 为别人做错的事情 来更多的伤害自己 纯洁的心灵啊